現在沒有人出 現在很嚴重 全部拉車那些 全部空車出來 全部空車出來 剛才已經出了一班阿姨 不要出 沒有人出 這個海軍沒有人出 rebb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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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之前跟大家報道過, 澳門這裏走取貨太嚴重了 因為個個都集中一齊衝關 搞到無論澳門關還是珠海關 都有個混亂的狀況出來 甚至乎是坐在山北管地帶等時機再衝的 今天剛剛給大家看一條片 就是最新的現況講 就是今天是大觸人的 為何會這樣大觸人發呢? 其實昨天澳門的保安司司長已經說了 他們警方是留意到是有集團式一大班人一齊衝關的狀況 所以他們就說 接下來是會同珠海海關一齊合作 去打擊這一類走水貨活動 所以今天見到珠海應該是有這個大屠殺出來 今天影片比較短 因為今天就沒什麼人給我影片 就講講那些阿姨拉著坦克車出去 就見一個收一個全部都是空車出來的 當然啦 不是說他們有買水貨 可能是拉架車出來去買菜都不一定的 那你認為澳門這邊說要打擊走水貨活動 是可以持續得到多久呢? 下邊留言啦 下集再見啦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啊 下集見拜拜